全国第35届环保杯桌球锦标赛 今天起一连三天在宜蘭运动公园的体育馆热闹登场 这是宜蘭县政府自102年主办之后 睽違了11年再度来举办 县府特别安排了精彩舞龙以及啦啦队开幕表演来炒热气氛 全国第35届环保杯桌球锦标赛包括有中央机关以及各县市共有400多位的环保人员组队参赛 在选手宣誓时也特别派出了男女两位选手来进行宣誓 象征性别平等 包括县长林子庙以及环境部常务次长沈志修也专程到场来勉励在场的选手切磋球技之外 也借机来相互交流学习 而县长林子庙也表达宜蘭以环保立宪 环保杯能在宜蘭盛大举行深感光荣 宜蘭盛大举行深感光荣 宜蘭盛的环保立宪 环保的爱护地球是人人的责任 所以呢我们让地球更美好 更好更好 所以呢全国的零碳牌的就在我们的宜蘭盛大同乡 不但零碳牌而且副碳牌 所以呢这个非常的不简单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那要健康的因素环境要好 然后要多多的运动 运动能够让我们更健康 所以呢非常欢迎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幸福的家庭 国家才会强壮 极端气候的影响过去这两年来 我们台湾经历了七次的台风 一次的地震 但是我们很快的都能够做好复原 这都是因为我们各省市所有环保同仁 齐心努力 我们在第一时间都能够发挥团队互相资源 互相调度 才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在最短的时间恢复 刚刚县长也特别提到 我们要有好的环境 我们要多运动 我们才会健康 我们才有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们才有强壮的国家 这次全国环保杯桌球锦标赛 共有27个单位组队参加 比赛分为首长个人 团体男支架 团体男支椅 以及团体女子等四组 赛事是精彩可奇 也欢迎乡亲 前往宜蘭新立体育馆 为选手们来加油打气 宜蘭新立体育馆 大家抱抱 一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